这哥朋友叫我天天用这种玉米结杆 干的 用玉米结杆压制颗粒饲料 效果非常不错 这个是有目共睹啊 不是我最后说的 但是又有朋友说 这干的玉米结杆能压制成颗粒 那清料行不行呢 这清料 这清料到底能不能压制成颗粒呢 咱们不是不知道啊 实际上我之前试过 如果把它完全不混合任何干料 去压制颗粒的话 它出不来 所以呢 咱们如果想压清四料颗粒的话 可以用干料来中和它的这个水分 如何中和呢 来 小子两个啊 这个是清料 然后呢 优质腹皮 这个是干料 咱们用这种肤皮啊 来中和它的这个水分 咱们试一下 不一定成功 给大家做一个借鉴 如果您家里也想压制这样的颗粒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形的话 一定不要走开 看完这个视频啊 看完这个视频啊 也许您就有个结论 就不用再纠结了 哎呀 这一疙瘩 估计这肤皮还有点少 还得中和 这个水分太太多了 这是大清枣的在路边 还有露水呢 行吧 就这样 估计这个水分还是稍微有点大 等会呢 咱们用这个纯干的玉米结杆 这个说是纯干的玉米结杆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潮湿 这两天下雨了 来我们这 然后呢 再用这种 这个叫青的 这个青草 混合一些腹皮来压制颗粒 看一下这两种料 能不能压制颗粒啊 这料一样有点吵 等会儿 大家一定不要眨眼睛啊 因为我要用 这么大的颗粒机来压制颗粒 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眨眼睛 说不定啊 这个料就已经出完了 准备开机 这一天就完了 效果也不错 咱们做个对比 这个是干的 玉米结杆 这个呢就是青草料 很大的露水 你看这个成形效果还不是太好 但是混合了这个麸皮 就可以正常压制成颗粒了 而且 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颗粒机有磨盘 这个磨盘孔越小 压缩比越高 孔越大压缩比越低 咱们这个用的可是 7毫米的磨盘 这么大的颗粒 但是成形效果依然非常的棒 这机器啊 大家说我研磨的如何 好吧 如果您也想用各种草料啊 或者是 各种料 来压制颗粒的话 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形 可以自信我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我啊 尽可能的给大家试一下 这种料 让您啊 踏踏实实的 选一台 自己好用的 磁料克里机 好了 喜欢我视频 一定记得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不迷路 感谢大家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